中国民间流传,夫妻不送葬,送葬必遭殃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也很简单,也就是说夫妻如果一方出现死亡的情况,另外一方不能为其送葬,如果一旦送葬的话,则会遇到一些麻烦和恶劣,那么一对夫妻为何不能在生死存亡之际相送,你了解吗? 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俗语夫妻不送葬,送葬必遭殃,这个俗语起源于古代农耕社会,那个时候的人们普遍相信生死有命,前世今生皆有定数,因此他们认为夫妻之间在送葬的时候。 如果携手同行,可能会干扰彼此的命运轨迹,甚至可能导致一方遭受不好的报应,为了遵循命运和尊重逝者,夫妻之间选择不送葬,以免招惹不祥之事。 担心魏王人过于伤心,在古代,夫妻之间的同甘共苦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理念,这种理念并不仅仅是浪漫的爱情,而是一种深深的无法割舍的伙伴之情,当其中一方离世时,另一方会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落。 为了避免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人身伤亡,因此有了不相送的习俗,这种习俗的存在。 并非是对逝者的不敬,而是对生者的一种照顾和保护,它帮助减轻了魏王人对逝去配偶的失落与悲痛,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爱护,一种尊敬。 影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情节,大宅门中的白景旗和杨九红就是一对典型的夫妻,当白景旗生患重病时,杨九红日夜守在她的身边,为她哭泣,为她担忧。 当白景旗去世时,杨九红悲痛欲绝,但她还是选择了不相送,她在人世间继续生活,照顾着白家的后人,守护着他们共同的爱。 这种不相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对逝者的不敬,而是对生者的一种照顾和保护,它帮助减轻了魏王人对逝去配偶的失落与悲痛,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爱护,一种尊敬。 在这个过程中,魏王人可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新的生活方向,继续生活下去。 总之,不相送的习俗并非是对逝者的不敬,而是对生者的一种照顾和保护,它体现了夫妻之间的深情厚意和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珍视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给予彼此充分的关爱和支持。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会招惹来离世之人的鬼魂。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夫妻两人生前非常恩爱的话,一方突然出现过世的话,另一方就坚决不能送葬, 因为给离世之人送葬的话,就可能会招惹来离世之人的鬼魂。 这些鬼魂会不断地纠缠活人,希望对方能够出现意外,从而下来陪伴自己。 魏王人也会受到鬼魂的侵扰,从而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这些鬼魂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再续前缘的目的。 魏王人到场相送,暗示未来将再嫁或再取。 魏王人为了展现对另一半的坚真不移,所以不会再告别式当天相送。 这个习俗的说法较难考证,但老一辈的习俗中确实存在着这种说法。 夫妻不送葬的习俗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夫妻不送葬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习俗。 据历史记载,这个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流传着一个关于田长与继孙行妇夫夫妇的故事。 田长为了削弱其装公的势力,不仅杀害了继孙行妇。 还不允许其妻子在葬礼上与丈夫相会。 从此之后,夫妻不送葬的习俗便在中国农村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夫妻不送葬的习俗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 但并不是一直存在。 这个习俗主要是起源于古代农耕社会。 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生死有命,前世今生皆有定数。 因此,他们认为夫妻之间在送葬的时候, 如果携手同行,可能会干扰彼此的命运轨迹, 甚至可能导致一方遭受不好的报应。 为了遵循命运和尊重逝者, 夫妻之间选择不送葬,以免招惹不祥之事。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这个习俗逐渐被淡化和改变。 在现代社会中,夫妻不送葬的习俗已经不再普遍存在。 在现代的葬礼中,夫妻之间是否参加葬礼, 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和意愿来决定。 因此,夫妻不送葬的习俗并不是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中, 它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并传承下来。 古人认为人各有命,配偶只能在生前共享生命的旅程, 而死亡是只有个人自己承担的一个过程, 其他人应该保持距离和尊重。 俗语,夫妻不送葬。 送葬必遭殃在现在人看来是一种迷信, 但却有反映出古代社会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视与维持。 当一人去世时,另一人应当留下,照料家人、子女并传承家族的血统与传统。 所以,不相送被认为是维持家庭安定的一种风俗。 根据古代农耕社会的习俗, 夫妻不送葬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个习俗源于人们对命运和命理的深陷, 认为夫妻同行送葬可能会干扰彼此的命运轨迹, 甚至引来不好的报应。 夫妻是伴随一生的伙伴, 当其中一方去世时, 另一方会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落。 传统习俗认为, 在送葬的过程中, 夫妻之间携手同行可能会给未亡人带来更多的伤痛和压力。 因此,为了遵循命运和尊重逝者的意愿, 夫妻选择不送葬,以免招惹不祥之事。 夫妻不送葬的习俗中还存在着一种说法, 认为送葬可能会招惹离世之人的鬼魂, 鬼魂会纠缠活人, 希望对方出现意外, 以便能够陪伴自己。 未亡人也会因为鬼魂的侵扰而遭遇一些意外情况, 这种说法认为, 送葬会引来亡灵的纠缠, 导致未亡人身陷困境。 此外, 夫妻不送葬的习俗 也与未亡人的未来婚姻有关, 传统上, 未亡人在丈夫去世后会被欺望守寡, 不再嫁人。 因此, 相送葬会被视为一种 欲示未来将再嫁或再娶的暗示, 为了维护未亡人的节操和独身身份, 夫妻之间选择不相送葬。 尽管夫妻不送葬的习俗在古代流行,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迁, 这一习俗已经逐渐淡化, 在现代社会中, 夫妻是否参加葬礼已经成为个人的选择, 而不再受到传统习俗的束缚, 无论夫妻是否参加葬礼。 重要的是尊重逝者的意愿, 并给予未亡人充分的关爱和支持。 在面对亲人离世时, 我们应该以诚挚的心情面对悲痛, 保持对逝去亲人的尊重和怀念, 同时给予活着的家人安慰和陪伴。 总之, 夫妻不送葬的习俗, 源于古代农耕社会的信仰和尊重, 无论是为了遵循命运和尊重逝者, 还是为了保护未亡人的身心健康, 这一习俗都体现了对生者的照顾和尊重。 然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夫妻是否参加葬礼已成为个人的选择, 在面对亲人离世时。 我们应以尊重和关爱的态度, 支持和陪伴未亡人渡过难关, 并未失去亲人怀念和缅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